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他对邻村的穷小子乔夫张山情有独钟 二人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互生情愫 最后定下了终身 让很多仰慕他的男子唏嘘不已 水英出生于普通的百姓之家 其父饭游以采药为生 其母柳氏贤良淑德 温柔贤惠 一家桑口虽不富裕 但是简单幸福 其乐融融 然而天不遂人愿 在水英十岁那年 范勇采药时不幸坠崖而亡 留下柳氏和他这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家里的日子变得愈发艰难 孝顺董事的水英主动承担了全部的家务事 不仅如此 水英在忙完家里的事情之后 还要上山采药 董事得让人心疼 一晃四年过去 柳氏突发疾病 为了给柳氏治病 家中为数不多的钱全部花完 柳氏的病情仍然未见好转 她不想拖累了女儿 让水英不要管她 水英含泪说道 娘 你含辛茹苦把我养大 如今你身体不适 正是我报答你养育之恩的时候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我一定会先办法筹到钱 治好你的病 话虽如此 可是让水英去哪里凑钱 水英只好挨家挨户去借钱 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大家都清楚 万一柳氏不治而亡 让她这个小姑娘如何能还得起钱 因此大部分人都对水英的哀求视而不见 甚至还有人对她冷言冷语 更有好色之徒对水英不怀好意 有些人见她可怜 给她几个铜板 算是一种施舍 有人说你想要看透人情冷暖 事态炎两 生一场病就够了 小小的水英便得知了其中的滋味 看着母亲柳氏病情一天天加重 水英心急如焚 恨不得代替她的娘亲 无奈之下 水英只好准备隔壁村里的刘才柱家里 小麦身做她家里的丫鬟 换取岩两来给母亲治病 然而刘才柱是个贪财好色之徒 去她家做丫鬟等于是掉进了火坑 可是水英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做呢 因此水英瞒着母亲柳氏 匆匆忙忙地赶往隔壁村 由于她心急如焚 只顾着埋头走路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阿婆 水英心想这下坏了 本来家里就身无分文 要是撞伤了阿婆 哪有钱赔付 水英赶紧俯下身俯起了阿婆 一个劲地跟阿婆说对不起 说她不是故意的 还问有没有撞伤她 可是她惊讶地发现 老妇人是个聋哑人 咿咿咿咿地说的水英根本就不懂 水英着急去留财住家里 可是她又不放心 也觉得不应该丢下阿婆一个人 急得满头大汗的水英一边说 一边用手比划着向阿婆表达了她的意思 说她有事必须离开 回头会打听阿婆的家在哪里 在去灯门之前 阿婆似乎明白了水英的意思 她摆了摆手 让水英离开 水英刚走了几步 一个身材魁梧 英俊的小伙子一路奔跑了过来 小伙子二话没说 直接将水英推倒 并且怒道 是不是你刚才撞到了我的奶奶 现在还想逃走吗 天底下哪有你这样没心没肺 不懂得尊老爱幼的人 水英知道小伙子误会了她 可是她对小伙子的心情能够理解 换成别人撞倒了她的娘亲 想趁机逃跑 她也会这样对别人 所以水英反而对孝顺的小伙子 有了几分敬意 她一咕噜爬了起来 赶忙跟小伙子解释 小伙子将信将疑 而阿婆对着小伙子比划了几下 小伙子才明白了这一切 小姑娘 我叫张山 你可以叫我大山或者小山 请问你怎么称呼 是我误会你了 我没伤着你吧 看我奶奶 是个聋哑人 一个人外出 我看她还没回来 就来找她 我远远地看见她被你撞倒之后 你还要对她动手动脚 然后就离开了 所以我很生气 对了 你在着急忙慌的要去哪里啊 连路都不看 小伙子看了看漂亮的水英 挠了挠头红着脸问道 水英为了母亲的病操碎了心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见小伙子像个大哥哥一样看着她 又见阿婆慈眉善目 水英一阵心酸 眼泪直流 她含泪说出了她家里的情况和如今的遭遇 最后她说要去留财住家卖身做丫鬟给母亲治病 张山听了之后连忙说道 你去谁家做丫鬟不好 非要去留财住家 她出了名的贪财好色 前阵子她买了一个好看的丫鬟 没多久就把人家给糟蹋了 结果那个丫鬟投合了 就算是天塌下来 你也不能去啊 对了 我奶奶想问你 你是不是住在古王村 你的父亲是不是叫范勇 水英点头称是 反问张山为何问她这个 张山赶紧对水英行礼道 原来你是我恩人的女儿啊 请受我一拜 既然如此 我更不能让你去留财住家里了 原来张山比水英大三岁 父母双亡 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在她六岁那年得了重病 大夫虽然有办法医治张山 但是缺少一种稀缺的草药 只有去县城甚至省府才能配得到 可是病情不等人 看着奄奄一息的张山 她的爷爷奶奶心急如焚 正当他们陷入绝望的时候 有人说范勇对山上的地形 和草药的位置了如指掌 不如请她帮忙 范勇得知情况后 二话没说就去了山上 她长期采药 本就懂得药理 再加上大夫对草药和草药生长环境的描述 范勇很快采到草药 张山因此获救 几年前张山的爷爷张松去世 临终前叮嘱张山 等她长大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范勇的恩情 张山长大后 打听到了范勇的情况 得知她已经坠崖身亡 张山思来想去还是没去水英的家里 一来张山要照顾年迈的奶奶崔氏 家境贫寒 连一样像样的礼物都买不起 二来她不想因此免勾起水英和柳氏的伤心往事 她想等几年再说 张山没成想她会以这种方式和水英提前相遇 所以她和崔氏劝水英别去留财住家里 可是走投无路的水英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她一想到病危的母亲 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还没等张山来安慰水英 崔氏把她拉到一旁 用特殊的方式交流了一番 张山过来对水英说道 水英姑娘 若没有你爹救我 我已经不在人世 我的爷爷没人为他送中 我的奶奶也没人照顾 这份恩情我从未忘记 你放心 钱的事情让我来想办法 你赶紧回去照顾你娘 最迟明晚 我会把钱给你送过去 水英见张山语气坚定 再加上她真的是没有办法才去找留财住 她听张山说起留财住的事情 她哪里还敢去 所以她选择相信和她初次见面的张山 水英千恩万谢之后 辞别了村室和张山祖孙二人 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照顾母亲留事 并且焦急地等待张山的消息 到了第二天中午 张山气喘吁吁 汗流加倍地来到水英的家里 心思缜密的她从怀里拿出银子对水英说道 水英姑娘 这里是十两银子 不知道够不够用 另外你说你娘病得重 我特地找人借了个板车 就放在屋外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带你娘去镇上最好的医馆看病去 水英激动得热泪盈眶 就差没有给张山磕头邪恩 救病如救火 水英也顾不上 细问张山的钱是怎么来的 她和张山一起 将母亲柳氏扶上了板车 送到了镇上的医馆 由于柳氏病重 需要在医馆住下来 张山每天都不辞辛苦地 往返于她的家和医馆 及水英送饭和帮着照顾柳氏 试问天底下有多少这样的好男子 情窦初开的水英 面对如此好的张山 她怎么能不动情 张山对善良孝顺 而且漂亮的水英 亦是如此 柳氏身体痊愈之后 去张山家里登门致谢 并告诉张山欠她的钱 一定会如数还清 不过要宽限些时日 张山和崔氏都说不着急还钱 柳氏和水英 见张山的家里十分简陋 一看就是贫苦人家 可是她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 拿出来那么多银子 因此他们都询问 张山银子是怎么来的 张山说道 伯母 水英姑娘 你们放心 我的钱一不偷 二不抢 三不借贷 而且我们家 暂时也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用钱 你们也别着急还钱 可是柳氏依然不相信 非要问个清楚 否则她觉得内心不安 因为她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到张山和她的奶奶崔氏 张山这才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张山的奶奶崔氏 出生于大户人家 为妾氏所生 再加上她年幼时 得了一场病成了聋哑人 遭到家里人的嘲笑和嫌弃 甚至被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欺负 而当时张山的爷爷张松 在她家里做仆人 她对崔氏的情况十分同情 尽力地呵护崔氏的周全 偌大的家里 尤其是崔氏的亲娘去世之后 张松成了她唯一的依靠 二人相处日久 互生情愫 后来崔氏鼓起勇气 主动要求嫁给了张松 跟着张松来到乡下生活 而她的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 便是崔氏母亲给她的玉佩 崔氏原本想将玉佩留给孙子张山 作为她娶媳妇的信物 可是她得知水英 和她父亲范勇的情况之后 毫不犹豫地将玉佩交给了张山 拿去换钱来给柳氏治病 柳氏得知情况之后感动不已 她在身边期间 早就看出来 女儿水英和张山有了感情 她想着既然两家人如此有缘 当即和崔氏商量 给他们订下了婚事 一年后 水英年满15岁 她和张山如期完婚 即为恩爱夫妻 他们将柳氏接过来一起生活 家里的日子还是过得十分辛苦 但他们都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幸福 虽是盼望着 能在有生之年抱上曾孙 柳氏盼望着早点当上外婆 然而一晃三年过去 水英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仅两个长辈着急 小两口也未必愁眉苦脸 尤其是水英的内心充满了自责 这一天 有时不知道 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很有效的偏方 但是价格很贵 一家人为此十分苦恼 张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 他觉得应该扛起这个担子 可是仅凭耕田种地 砍柴捕鱼 一年忙上头挣不了几个钱 思来想去 张山谎称是跟人出去做生意 但实际上是瞒着家人 跟着别人去挖美 这是个十分辛苦的活 而且也十分危险 但是收入比较客观 张山为了奶奶和岳母 尤其是妻子的期盼 他起早贪黑地挖美赚钱 半年后张山 终于攒够了钱买了偏方 未免家人怀疑 他重新回家务脑 水英如愿以偿地有了身孕 而且大夫说是双胞胎 然而几个月后 崔氏生了病 卧床不起 柳氏既要照顾崔氏 又要照顾女儿水英 忙得不可开交 衣服都没时间洗 水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娇气 她也心疼母亲流逝 所以趁着丈夫张山下地干活 母亲照顾完催事 去厨房做饭时 端着衣服去河边洗衣服 她刚洗了几件衣服 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呼救声 原来村里的一个小男孩 在河边玩耍 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此时已经入冬 河水冰凉 河水虽然不深 但是对小男孩来说 确实灭顶之灾 若不及时营救 小男孩性命堪忧 水英赶紧大声呼喊 可是此时到早不晚 路上没有行人路过 眼看着小男孩性命不保 善良水英顾不上身怀有孕 奋不顾身地跳下冰冷的河中 将小男孩救上了岸 然而水英因此小产 不仅如此 水英大病一场 而且大夫还说 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对水英和张山 还有柳氏和崔氏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一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争 崔氏病情加重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既要安葬崔氏 又要及水英治病 家里再次陷入困境 张山不得不让柳氏 照顾妻子水英 再次挖美挣钱 在母亲柳氏的精心照顾下 身体逐渐恢复 然而不能生育 就像一根刺 始终扎在她的胸口 因此她多次趁着张山在家时 提出让她休了自己另娶 不能让张家午后 可是张山对她说道 娘子 你我夫妻一场 是我们的缘分 我怎么忍心休了你 今生我们没有孩子 我们还有来世 水英对丈夫的不离不弃甚为感动 夫妻二人说着说着 忍不住抱头痛哭一场 由于水英身体虽然逐渐恢复 但是身子骨还很虚弱 张山一边务脑 一边进行照顾水英 一晃几年过去 那天中午 水英正在等丈夫回来吃饭的时候 忽然一个村民气喘吁吁地跑到她的家中 说张山不慎掉入山间 身负重伤 昏迷不醒 光荡一声 水英手中的饭菜落地 她含泪跟着村民朝山上奔去 迎面遇到了被村民抬下山的丈夫张山 水英忍不住嚎啕大哭 感慨命运对她的不公 水英又年丧父 好不容易有了身孕 还因为小产失去了生育能力 她好不容易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可现如今疼爱她 对她不离不弃的丈夫却重伤昏迷 怎能让她不悲痛欲绝 请来的大夫说张山能不能醒来 要看她的造化 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在水英的身上 无奈之下 水英就像当年为了柳氏的病那样 四处求人借钱给丈夫治病 可是她家里的顶梁柱伤成这样 谁敢借钱给她 即便借到了也为数不多 四处碰壁的她 看着昏迷不醒的丈夫 无能为力的她心如刀角 那天水英替婚迷的丈夫 擦完身子 准备再次出去求人借钱 她刚走出门 一个老乞丐走了过来说道 大姐 行行好 我饿了几顿了 能否施舍点吃的给我 如今水英家里穷的 就快接不开锅了 哪里还有还有多的饭菜施舍给她 再加上她心情不好 要出去借钱 因此没有理会老乞丐 可是老乞丐再次对她祈求 水英犹豫了一下 停下了脚步 看着老乞丐还跛着脚 拄着拐杖 看着一副可怜的样子 善良的她 忍不住拿过老乞丐手中的破碗 并带她回到家里 水英把准备留作午饭的粥 盛了一碗端给老乞丐 有适得知情况 她还将家里所剩不多的咸菜 放了一些到碗里 老乞丐没几下便喝完了粥 她非但没说谢谢 反而说肚子还饿着 水英想着帮人帮到底 索性把粥全部给了老乞丐 老乞丐喝完粥之后 擦了擦嘴说道 大姐 我看你愁眉苦脸 刚才脚步匆匆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水英觉得没必要 跟一个老乞丐诉苦 说她还有时要出去一趟 可是一旁的柳氏 忍不住将张山重伤昏迷的事情 说了出来 老乞丐忽然对柳氏说道 别看我是个乞丐 但是我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我曾经听过一个老人说过 你们村后的那片山上有一种仙草 只要有了它 就行你的儿子不成问题 已经快走到院门口的水英 听到这句话 立即掉转头来激动地问道 老人家 请问我们这山上真的有这种仙草 它长什么样呢 我怎么没听人说过 信不信有你 既然是仙草需要有缘人才能找到 至于长成什么样子 你看到它上面发光就对了 老乞丐神秘地说完 原本主着拐杖 步履蹒跚的老乞丐 剑步如飞地离开了水英的院子 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 水英和柳氏健壮 都觉得老乞丐非同反响 说不定是世外高人 可是柳氏还是担心女儿的安危 叮嘱她千万别去山上采药 尤其不能进深山 因为深山有毒蛇猛兽 她曾经失去了丈夫范勇 不想再失去女儿水英 可是水英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哪怕有一线希望 不管有多危险 她都要去试一试 因此她跪倒在柳氏跟前含泪说道 娘 女儿不孝 这件事我不能听你的 我以前曾经采过药 对山上很熟悉 你就放心地在家等我回来吧 万一我有隔三长两短 还请你好好活着 替我照顾好张山 呜呜 柳氏知道拦不住女儿 只好叮嘱了女儿一番 让她早去早回 水英赶紧拿上工具碑楼 急匆匆地上山了 可是满山的野草 哪里有上面发光的 水英寻找了几个时辰 一无所获 只能壮了壮胆往深山走去 忽然听到树丛中有动物哀鸣音 水英听着不像是猛兽 所以她悄悄地走了过去 想一看究竟 水英惊讶地发现一只白虎 挺着大肚子躺在地上 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水英虽然没有孩子 但她怀过孕 一眼就看出来母狐即将临盆 目前的状况显然是难产了 白虎看到水英之后 并没有惊慌害怕 而是双目含泪 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水英 仿佛在哀求水英帮帮她 水英曾经和龙哑人催世 生活在一起 学会了用手式交流 她常常试着 一边说一边比划 问白虎是不是希望自己帮她接生 白虎连忙点头 尽管水英没当过产婆 但是村里的一个产婆上了年纪 给人接生需要带个帮手 水英当时家里请 为了多挣些钱 便自告奋勇地去帮助产婆 因此她对接生的流程大致知晓 看着白虎哀求的眼神 她若得不到帮助 恐怕会一失两命甚至多命 因此水英也顾不上那么多 赶紧凭借着她的记忆 开始为白虎接生 水英忙活了许久 忙得满头大汗 总算让白虎 顺利产下一公一母 两只可爱的白虎 白虎似乎很有灵性 尽管她已经身体虚弱 还是强打精神起身 朝着水英坐一致谢 然后搂着她的一双儿女 轻易地舔着他们 那种温馨的画面 让一只渴望有自己儿女的水英 羡慕不已 这是水英才发现天色将满 若再不下山 恐怕赶不到天黑浅到家 那样会很危险 可是帮丈夫寻找的仙草 毫无踪迹 思来想去 水英还是决定先回家 次日再来山上寻找 因为她若有个三长两短 让母亲柳氏和昏迷的丈夫 如何生活 水英见白虎她们平安无事 便匆匆忙忙下山回家 接下来的日子里 水英每天早出晚归上仙草 同时也采摘草药 挣钱为戏家里的生活 晚上回家还要给中山擦拭身子 和她聊天 希望有一天能有奇迹出现 那天晚上 疲惫不堪的水英躺下休息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一个漂亮的白衣女子 仿佛仙女一般出现在屋里 水英赶紧问她为何来自己家里 白衣女子躬身行礼道 姐姐莫怕 我是你在上山上遇到的南产母狐 如今我身体已经恢复 特来谢恩 水英连忙说无须道谢 白衣女子又说道 我知道你每天都上山寻找仙草 深山之中毒蛇猛兽很多 你不要再去了 你只需要再耐心等七年 会有人来救醒她 七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对于水英来说 如果她的丈夫真的能够醒来 别说七年 就算是等她一辈子也愿意 她赶紧追问白衣女子 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要等七年 天机不可泄露 你耐心等待即可 我这里有一对玉佩 你且收好 这是信物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你家 见到信物 他们会帮你唤醒你的丈夫 白衣女子说完 飘然而去 水英醒来后才发现 只是南科一梦 然而水英惊讶地发现 枕头上竟然有两个玲珑剔透的玉佩 莫非梦中白衣女子说的话是真的 水英赶紧将玉佩收好 七年如一日地照顾 这昏迷不醒的丈夫张山 满心期待着白衣女子所说的那一天的到来 那天早上 天微亮 院中的树上传来了喜鹊悦耳的叫声 在厨房忙碌的她 忍不住顺着窗户朝院中看了看 发现有一男一女 年约七八岁的两个陌生的孩子在院中张望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早来找她 不会是走错了路 万一被带人抓去 他们的父母会有多难过 水英赶紧走出去 问他们找谁 大娘 请问您是范水英吗 我娘叮嘱我们来找你 她说曾给过你两个玉佩 小男孩说道 水英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 只不过她没有想到对方的是两个孩子 水英赶紧回去把收藏多年的玉佩拿给两个孩子看 两个孩子扑通一下跪倒在她的跟前 男孩寒泪说道 娘我们总算找到你了 你们弄错了吧 我哪有你们这样两个可爱的孩子啊 又惊又喜的水英赶紧扶起孩子说道 男孩说道 娘没有弄错 是我娘让我来找你的 有玉佩作为凭据 原来两个孩子是水英七年前在山中帮着接生的白虎的一双儿女 而白虎夫妇得到八仙之一铁拐里的电话 在深山中修行 然而深山中有条巨蟒 常祸害山中的生灵 而且还吞噬去深山打猎的猎人 而且巨蟒一旦化成蛟龙 顺着河流而下 将会引发洪水 阳河的百姓将会遭殃 善良的白虎夫妇为了守护一方生灵和百姓的安危 他们一直在和巨蟒争斗 这也是铁拐里点化他们后交给他们的使命 后来白虎有了身孕 而他腹中的一双儿女便是水英当时为了救村里的男孩 小产的一双儿女 他们投胎转世到了白虎的腹中 巨蟒趁着白虎有孕在身 想除掉他们夫妇 并夺取他们的内担 白虎的丈夫为了保护妻子 牺牲了自己 用毕生的修为暂时封印了起来 白虎这才得以逃生 然而白虎身负重伤 丈夫又离他而去 伤心欲觉得他偏偏要生产孩子 这一切都在铁拐里的计算之中 因此他化身老乞丐来到水英的家里 告诉他山上有仙草 水英遇到了难产的白虎 他出手相助 让白虎顺利从生下儿女 然而巨蟒的封印并不稳固 为了山上的万千生灵和阳河的众多百姓 白虎想和他丈夫一样 用修为加固封印 可是他的一双儿女谁来照顾 所以他想等七年之后 之所以要等七年 一方面是因为山上确实有仙草 但是要七年之后才成熟 另一方面他想等孩子长大一些 再将孩子托付给水英 因为水英本身有机缘 做他们的母亲 只是因为他就落水南海而失去 所以白虎托梦及水英 让他等七年 这七年他潜心修炼 照顾儿女 七年之后 仙草成熟 他用其中一株仙草 让他的儿女幻化成普通的人类 然后嘱咐他们 带着另一株仙草去找水英 凭借着玉佩相认 而他义无反顾地牺牲了自己 加固了巨蟒的封印 水英听罢 搂着两个孩子泪流满面 柳氏得知情况之后 也忍不住放声痛哭 其中有欣喜 也有心酸 他们和两个孩子相认之后 赶紧用仙草就醒了张山 昏迷了七年多的张山醒来后 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 对妻子水英的爱和他不离不弃 七年如一日的守护感动万分 看着一双儿女经历一世重回身边 更是激动万分 从此以后 其老善良的水英和张山夫妇 有了一双儿女 他们的儿子聪慧好雪 后金榜提名 光宗耀祖 他们的女儿也嫁给了如意郎君 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至于白狐夫妇 据说这是铁拐里对他们的考验 他见白狐夫妇领悟了舍生取义的精神 施法将他们救火 带着他们在身边修行 后来他们修的正果 位列先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